有一只叫做肉络的熊猫,因为爱吃南瓜,成为熊猫界的南瓜公主。 南瓜公主有多爱吃南瓜呢? 她在一堆竹笋里,没找到心爱的南瓜,会气得在地上打滚。 奶爸给她准备的南瓜里,塞上窝头,或是窝头做的丸子, 她的眼里还是只有南瓜,窝头掉了,看都不看, 只要南瓜还在手里,天塌下来我都不管。 每次吃南瓜,南瓜公主都会一小口,一小口地吃, 生怕好吃的一下子,都吃完了。 正在抱着南瓜啃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有动静, 南瓜公主的第一反应不是跑,不是躲, 而是赶紧把南瓜给藏在怀里。 梅兰,2016年5月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生, 她的爸爸是永永,妈妈是从日本回来的海龟大熊猫梅邦。 梅兰的出生,是梅邦第一次当妈妈。 她刚从妈妈的身体里滑落,妈妈梅邦试着把它叼在嘴里, 可因为没有经验,总是失败。 饲养员眼看着刚出生的梅兰身体在降温, 于是把它从地上拿走,放进了保温箱, 并且在保温箱里,为她减断了期待。 接下来的日子里,饲养员慢慢将梅兰还给梅邦, 甚至叫梅邦怎么带宝宝。 或许是梅兰不断呼唤妈妈的叫声, 刺激了梅邦的母性, 她在反复尝试后将宝宝抱在了怀里。 不过,因为是第一次当妈妈, 梅邦妈妈很不熟练, 带宝宝非常小心翼翼,也极度紧张。 所以,小梅兰只在亲妈身边待了几个月, 就离开了亲妈。 基地给梅兰找了干妈, 梅兰吃过好几人干妈的奶, 每个干妈对她都很好。 文立干妈对梅兰总是又轻又甜, 毛毛干妈对梅兰是百依百顺, 看梅兰找毛毛干妈吃奶的时候, 毛毛干妈已经给她折磨的, 一副生物可恋的样子了。 大嬌干妈则是个严厉的妈妈, 见梅兰不敢从木架的高处往下爬, 大嬌一把叼起小梅兰的脖子, 一边确保她不会掉下, 一边指引着她勇敢地往下爬。 梅兰喝着百家奶长大, 也住过基地所有的产房, 太阳产房,月亮产房, 她都生活过。 这样奇特的经历, 也使得梅兰成了2016届小熊的大班长。 她和2016年出生的每个小熊精 都有过亲密的接触。 当然她的体型, 在一众小熊里也是最大的。 所以梅兰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奶爸们叫做肉肉。 而且, 肉肉这个外号叫顺了, 梅兰这个名字反而叫人少了。 肉肉除了有熊妈妈们的养育, 还有人类饲养员的宠爱。 幼年时期, 肉肉头大毛棚, 异常可爱。 她有一位饲养员奉奶爸, 为她拍了很多照片, 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些小肉肉时期的美照, 都是出自奉奶爸之手。 肉肉性格亲人, 愿意跟奶爸互动。 成都基地有一位刚工作的新人奶爸, 就因为遇到了肉肉, 还增强了工作的信心。 不过肉肉也让这位奶爸心惊胆战了一回。 肉肉他当时很漂亮, 脸太大。 这位兄妹儿来说的话, 是一个美女, 我来说我是一个新手, 看到小妹妹儿肯定很喜欢, 如果有一个像肉肉这么黏着 小妖精一直跟着你穿的话, 你肯定也会很喜欢她一些。 因为她真的很空爱啊, 而且她也很宣慕, 有个这样子的漂亮啊, 我觉得我一喜欢她, 她也很宣慕。 就是这个人。 当时是下午我们打烧小博园厂, 肉肉就跟她过来的想起 推门树切除啊, 但是就我们当时的鱼排来说的 她是推不动这个门的, 我也看了一下, 确认了一下, 该要她确实推不动过吧, 就操控它。 结果小的一转身, 它就已经跑出去了, 我当时给我下转了, 实际上它跑出来就发达口树上, 就不下来了, 只不过心想它也比较乖, 我把包抖 包回来放到 但竟然还可不可以开始进行大手 然后这个小马先生已经一顺多了 不过他们以后是拿过来把那花枣 然后会在那儿生活 希望他们一顺多水 一顺多平面 这个中了 2017年12月22日 也就是肉肉一岁半的时候 他离开了干妈们 和小熊友们一起进入了幼年园 开始了合班生活 到了幼年园 肉肉就遇到了专管幼年园的饲养员谭爷爷 谭爷爷评价肉肉说 肉肉最好认 一堆熊猫里面脸最大的就是他 钓猫的时候最贪吃的就是他 就没来嘛 就看到最大的脸 然后看到有点尖 肉也好像感觉一眼就看错了 感觉就是长得顺兴一些 长得紧扎一些 肉肉节只是爱吃 平常的脾气还是不错的 不主动打架 和别的小熊相处也比较佛系 但是 这一切的前提都是 不能碰肉肉的食物 一旦被触及到了底线 肉肉节还是会立马变身的 有一天 据说小伙伴起一偷吃了肉肉节的苹果 就尝到了肉肉节的乱全 这一幕 堪称肉节的名场面 也是在幼年人集体生活的时候 肉肉节解锁了一生中的挚爱 南瓜 在其他小熊都对南瓜不感兴趣的时候 只有肉肉节 似乎对南瓜情有独钟 他贼兮兮地把南瓜转移到一处 没有其他熊的木架下面 偷偷躲起来吃 一边吃 一边还不忘观察周边情况 可能也就是从这时起 肉肉发现了南瓜的甜美 为以后成为南瓜公主奠定了基础 2018年12月14日 两岁半的肉肉从幼年人毕业 搬到都江燕熊猫谷居住 这一次 他和婴儿时期的小伙伴齐果 圆满和风和星光重逢了 然而这次的合班举动 却引发了很多争论和不愉快 因为五只小熊都已经长大 已经有了领地意识 再加上两年来 齐果和圆满一起生活 和风和星光也是同伴 只有孤林林的肉肉很难融入 而且身为大姐 却有些害怕弟弟妹妹们 粉丝拍到了一些齐果和圆满 欺负肉肉的画面 引发了肉肉的粉丝们 对都江燕熊猫谷的意见 认为不应该强行合班 让肉肉受到身心伤害 其实 要放在自然界来说 这些都是动物的本能行为 本不需要人为干预 但是一旦成为圈养的熊猫 甚至有了自己的粉丝 这时就变得复杂起来 最终 熊猫谷采纳了粉丝建议 将齐果和圆满与肉肉分开 不过没过多久 几只小熊也都到了独居年龄 除了肉肉之外 其他四只小熊 都陆续去外地动物园打工了 和风和星光去了上海野生动物园 齐果和圆满去了西宁熊猫馆 肉肉还是留在都江燕熊猫谷 而它也达到了独居年龄 现在七岁的肉肉 自己一只熊丹独住一个大园子 而有趣的是 她的隔壁就住着她的爸爸 大熊猫永永 虽然住得离父皇很近 但是南瓜公主 并没有展现出任何孝顺的意思 相反 肉肉姐这位不孝女 还会在饲养员奶爸那里 和她爹争风吃醋 听到饲养员的脚步声 向她爸的园子走去 肉肉姐立马冲过去 看看奶爸 甚至又给她爸送好吃的了 又或者爬到高处看一看 把比生日又在单独吃毒食了 2022年 肉肉已经六岁了 过生日的时候 奶爸给她准备了丰盛的大餐 肉肉姐吃的都要醉过去了 正好饭店看怎么肉姐吃饭的话 多下饭 对啊 现在肯定有朋友说端着碗 然后边看肉姐吃东西 她一边吃 肉姐吃得香 她也吃得香 咯 您尝尻 再用去 我们一起切 烤 好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